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404集 浮屠之门 展昭算了算日子 难怪白玉堂说办完这案子要带他去应血宫呢 感情他爹过生辰呢 那可是大事 白玉堂以为他娘怕他忙的忘了日子 我记着呢 办完这案子我就回去 你别一个人来 大家一起啊 陆雪儿显得很好客 庞太师和包大人对视了一眼 赵普指指自己 我们也去 是啊是啊一起 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陆雪儿站了起来 拍了拍他肩膀 总之呢 你自己小心点 然后办完了案子 给为娘把大家都带去应血宫 乖啊 少了一个 娘可为你试问 说完 陆雪儿笑咪咪 跟众人道别 一溜烟就跑了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都望向白玉堂 白玉堂也一头雾水 和展昭一起送别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陆雪儿 白玉堂回到了军营 想不明白 他俩平治理 也不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啊 白朝侠 白夫人诚意相邀 本府等自然也乐意前往 本来啊 本府也在出巡之中 到哪都一样 你和展护卫 切莫太过挂心此事 如公之事要紧 对付薛元杰啊 切莫有半点分心啊 白玉堂和展昭都点头 济济于心 陆雪儿突然跑了这一趟 也省得白玉堂 再跑去应雪宫一次 至于白夫人 为何时间把握的那么好 可见赵真跟她 打了招呼之后 她有一路留意儿子的动向 白玉堂多出一晚 可以在军营 好好休息休息 展昭就准备各种暗器 其实展昭本身暗器用得很好 不过她嫌麻烦都不带 这次为防万一还是带上 一夜无话 众人休息饱足之后 依旧分头行事 白夫人来那天 正好和邹梁去准备 粮草的林夜火 听说错过了一度 大美人露雪儿 芳荣的机会 气得跳脚 说邹梁碎 白玉堂和展昭也懒得管闹哄哄的众人了 动身赶往北海 这次他们没去西北海郡 而是直接赶往北海皇城 浮屠城 浮屠城地处北海的中部偏北 两人一路往北走 天就寒了下来 白雪飘飘 北海多着矮树 银庄素果 景致十分特别 怎么这些树都那么矮 可能太冷了吧 冷得矮了 那你还不是一直在天山待着 也不像你矮 白玉堂一挑眉 伸手摸了摸一旁 枣多多的脑袋 所以说本来应该更高 可惜 死猴子 小瘦本来应该比我高 但是小瘦动了一下 鱼是矮了吗 两人有说有笑自然不闷 路上也不敢 果然在两天后的晌午 到达了浮屠城外 浮屠城三面环水 一面靠山一守南宫 地势十分的好 整座城市规模庞大 此时被白雪覆盖 很是巍峨起立 浮屠城总共三座城门 分别由三座吊桥横跨绕城 而过的浮屠和尚 与外界相连 浮屠城毕竟是北海皇城 守卫森严 而且规矩也多 通常只开东西两侧门 东边的门 供物资和车队进出 西边的城供人进出 正当中南北向的大门 平时都关着 貌似只有轩辕节 或者有公务在身的官兵可以走 其他人一律免进 任何人进出城门 都要经过严格的搜查 浮屠城内几乎没有外族 都是北海的人 不过这一点倒是对展昭和 白玉堂有好处 起码不会有人认识他们 展昭和白玉堂的马 到了西侧大门前 跟随长长的队伍一起等候盘查 而此时城楼之上 有人看到了他们 城楼上是轩辕杰手下的两个侍卫 之前也陪同轩辕杰一起去了西北海郡 认得白玉堂 见他来了 那侍卫也松了口气 赶紧禀报了奉命 等候白玉堂的侍卫统领邹义 轩辕杰为了等白玉堂 让侍卫轮流守候 一刻都不能离开 上茅房都要轮班 他们都站了两天了 白玉堂再不来 估计侍卫们就累死了 白玉堂和展昭正等着盘查 心说这是查什么呢 进个城都要查祖宗三代吗 好慢 正这时就听到嘎吱嘎吱的声响传来 随后轰隆一声巨响 就见城楼正当中那座最大的浮桥轰然落下 激起尘土飞扬 从城门之内 有一只黑衣铁骑的马队跑出来 马队在白玉堂和展昭眼前停下 大概二十多个黑衣士兵滚安下马 为首一个就是邹义 众人担心跪地给白玉堂行礼 属下恭迎皇子回宫 白玉堂愣了 看着这二十个看起来功夫都不错的兵将 展昭对白玉堂挑了挑眉 哎哟 皇子 瞧这派头 你们是什么人啊 回禀皇子 我们原本是皇上的宫中侍卫 皇上命我们保护皇子 并且从今以后听从太子吩咐 也就是说他派你们监视我 并非如此 你跟我说话干嘛看着地啊 属下没有皇子的命令 不敢抬头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 一旁展昭也有些无奈 这规矩还不小 那你抬头说话吧 你们也抬头 以后跟我说话尽量看着我 不然多别扭 众人抬头看白玉堂 齐刷刷行礼 说着谢皇子恩典 白玉堂有些无语 皇上有令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皇子的手下 皇子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会干 除了皇子的命令 我们不听从任何人 只听我的 是 皇上说 让我们告诉你 如果他让我们往东 您让我们往西 那么我们往西 您让我们行刺他 我们要问的是用刀还是用枪 父子一律杀头 白玉堂听得挑了挑眉 展昭也暗暗称奇 轩元杰这一招又是走得什么奇 是给白玉堂 是定心丸 让他知道自己信任他 还是逢场作戏另有图谋 或者啊 仅仅只是他练邪魔内功练得神志不清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白玉堂见人都说到这份上了 就也不多问了 我去哪儿 回禀皇子 皇上已为皇子准备好了府邸 就在皇宫内 皇子可随意活动 皇上有事外出 要到晚上才能回宫 那走吧 是 邹义带着侍卫翻身上马 一起给白玉堂和展昭开道 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五 从正门顺利进入了浮屠城 很是气派 而此时城楼之上 东侧的一座小楼里 有几个人也看到了白玉堂和展昭 进城的架势 就是他 不错 我们的新皇帝 长得是真不错呀 竟然派了邹义给他做随从 那可是父皇最信任的手下 还开了正门给他进城 你们谁能在父皇不在的情况下 让正门落下 不过父皇好像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所以我们趁着日落前 给我们的皇帝一些惊喜吧 只要一进了浮屠城 就能看到北海皇宫 不是因为皇宫多大 而是因为它地处太高 浮屠城其实就是一个岛 地势四周低 中间高 高耸入云的山顶 就是皇宫的所在 白玉堂和展昭 骑在马上 往远处巍峨的皇宫张望 不禁倒抽了口冷气 好恐怖的宫殿 说它恐怖 并不是说这宫殿建筑结构多奇怪 而是宫殿建造的实在太高了 几乎是在山顶上 而且这座浮屠山非常陡峭 难道爬山上去 要到达皇宫 就要绕城而上 枝字形的山路是上山的唯一途径 每一个重要的折道 都有一座宫殿 宫殿外围有城门 城门口有护城河栏路 只有放下吊桥才能过去 总共十座吊桥 只要有一座吊桥没有放下 就无法到达山顶 十座吊桥附近的宫殿 是十位皇子的行宫 北海皇宫固若金汤 可以称得上 是永远无法攻破的皇城 邹义边走 边跟白玉堂介绍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 邹义却是依然说得认真 北海皇子众多 不过并不是每个都在皇城居住 现在皇城之中 主要有十个皇子 因为辈分太复杂 所以按照他们行宫所在的楼层不同 分别从大皇子到十皇子开始排列 大皇子的行宫 在第一道吊桥之后 以此类推 十皇子就是宣元爵 在皇宫前的最后一道吊桥 是由他看守的 而十位皇子 本身就能争善战 武艺高强 每个人手下都有至少十个 这些年各地武士的魁首 还有精兵五百以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看来要上一趟皇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难怪宣元杰 正巧这个时候不在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